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4月15号进行的一场往棋赛 由黑方变向一,对战白方往信号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错小木,白棋青小木 之后黑棋大跳手脚 白棋高挂,走了一个拖地定势 然后黑棋点在三,先捞空 白棋大飞手脚,黑棋往右边逼住 之后双方在左上方继续定型 黑棋选择从上方断打 这样的话,这个定型之后,双方各自发展大模样 然后白棋往脚上掏空 黑棋压一个,白棋二入小肩 之后黑棋先往左边顶住 吃住这三克子 这里以后的定型,白棋可以往上碰一个 黑棋挡住,白棋再扳住 黑棋左边还要继续补棋 外面白棋有一些先手权力 而且左边也就顺势走后了 实战黑棋挤一个 然后白棋打吃完之后往二入虎 黑棋断打,白棋虎一个 那这块棋也就差不多已经安定了 以后往脚上可以打吃 旁边还可以拆边 接下来黑棋的选择也比较多 因为白棋右边,牵了一手棋 这里黑棋可以选择打入 或者说碰一个都可以 打入的话挖一个 白棋打持,黑棋沾上 之后白棋沾,黑棋可以断 碰的话如果说白棋往上扳 黑棋长一个,白棋三路立 黑棋可以拐出来 实战黑棋并没有选择在这动手 而是往左边掉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直接打入的话 就会比较过分了 首先白棋上方非常厚 然后黑棋左边这里的生存空间 也并不是非常充足 打入,白棋可以阵头 黑棋危险 所以说黑棋往这儿掉一个 主要是脚上还有碰的手段 白棋补棋的话 小飞肯定是比较扎实一点 实战白棋走得很沉 大飞 那这边黑棋往这儿一穿 还是想威胁白棋的联络 白棋小肩 先把脚空围住 这里黑棋直接冲断的话 白棋并不怕 反而是黑棋下方这两颗子 会被白棋封锁 实战黑棋跳一个 在破空的同时 那这个冲断就成立了 白棋再不补的话被黑棋冲断 左边要补断 下方这颗子会被黑棋打持 所以说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冲下去 而且这里后续还有手段 如果说白棋不补的话 那黑棋往三路一点 然后二路扳 那这里还有些搜刮 黑棋的眼位也会好很多 所以说白棋二路利 然后黑棋再往二路托 那试一下白棋的应手 这里白棋往脚上扳住的话 那黑棋已经便宜了 那所以说白棋外扳 黑棋暂时也没有特别严厉的手段 实战黑棋拆边 限制白棋的发展 那然后白棋往右边靠压 这里如果说黑棋扳住的话 这样定型就会显得比较重复 实战黑棋挖一个 白棋断打完之后 那再往二路打持 沾上的话也是一种选择 那可能白棋觉得被黑棋 立到这一下不太满意 所以说白棋先往上打持 然后贴住 不过旁边这里的断链还没有补上 黑棋要是单长的话 那白棋可以连续压 那然后再往二路爬这样定型 双方各自走后 那这里的目鼠都增加了一些 实战黑棋断打 然后长一个 白棋单长 黑棋如果说直接拐住收器的话 那因为这里白棋针子不利 但是白棋可以跳架 滚包一圈 外面就全部走后了 接下来再往下方走一手 要求黑棋补棋 这里白棋中间就会多些潜力 实战黑棋贴住 然后白棋扳头 黑棋补棋的话 如果说跳架 那白棋二路爬长气 这个地方黑棋也搬不下去 就会影响到右边这里的对杀 所以说黑棋补棋是选择拐住 白棋爬一个 黑棋可以搬住收器 之后白棋还是没有二路爬 直接对杀 而是往下方走了一手 这样的话白棋就是打算 把右边这块弃掉 黑棋现在需要补棋 AI的建议是黑棋往二路小间 这样的好处就在于 以后白棋在外面封锁的时候 黑棋可以二路搬过 这个木属还是比较便宜 实战黑棋拐住 白棋跳一个 然后黑棋抢到一个线手 往下方补棋 把这里的空围住 以后在右边 虽然说白棋对杀不利 但是会有一些搜刮 以后往二路爬 再往旁边夹一个 黑棋一路搬收器 然后白棋在外面收器 可以先手把这里全部包扎住 白棋也就走后了 那之后白棋还是 想猛攻黑棋左边这一块 因为周围全是白棋的子 黑棋贴住 然后白棋长一个 黑棋沾 这个地方可能白棋 还是直接从中间 走一手比较好 黑棋靠住的话 然后白棋再往这儿大跳 把黑棋分段 这样定型 黑棋的眼位稍微差一点 实战白棋往上飞 然后黑棋大跳 那白棋再往前大跳 黑棋往中间一飞 这样黑棋的眼位就会好很多 就比较难杀了 如果说这个地方 白棋先往中间贴住 然后再冲断的话 那黑棋往上拐住 黑棋的这个棋型还是比较扎实 而且比较容易扩大眼位 也不是很好杀 实战白棋往下方贴住 然后黑棋冲一个 白棋先把上方这个先手权力交换掉 这样更加有利于封锁黑棋 黑棋打吃补一手 这里白棋直接选择照住 因为如果说 只是简单在旁边走一手 那黑棋就扩大眼位 白棋破眼的话 黑棋就往上突围 因为白棋这里棋也比较紧 所以说也不太好封锁黑棋 实战白棋非常直接 照过来 然后往上一层 把黑棋闷住 黑棋往左边跳一个 寻求眼位 同时瞄着白棋这里的薄位 那白棋肯定要补 冲一个 然后往左边小间 黑棋就往中间跳一个作眼 实战白棋往上单边一手 然后黑棋拐住 这样的话这里还有眼位 那这个时候 AI的建议是认为 现在这个大龙不是很好杀 白棋还是应该及时止损 那回到其他地方收空 这样的话 这个局势还是非常接近 那白棋在周围还是有些潜力 但是这样定型的话 白棋肯定不甘心 因为 左边这里的空 就被黑棋全部掏掉 实战白棋直接点进来破眼 但是直接想要屠龙的话 一旦杀不了大龙 那白棋这里的木鼠 还是非常损 接下来白棋扑一个 黑棋往上飞 白棋直接补断的话 那黑棋往左边小间 这一地方白棋还要继续补 不然的话黑棋往这一飞 白棋就麻烦了 这里的联络也会出现问题 白棋补一手的话 那黑棋往左边一虎 这里的眼型也是非常丰富 而且黑棋在中间这一带也可以作严 这样也很难杀 实战白棋拐住 黑棋小间 白棋往前一喉 黑棋打持 先在这里作严 白棋往左边贴住 黑棋扳 那白棋只能跳一个 继续破眼 黑棋往上切断 白棋打持 黑棋站上 上面这个包围圈 白棋也要继续补 不走的话被黑棋夹过来 那这个棋筋就死掉了 所以说白棋并一个 然后黑棋左边沾 冲一个 这个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一路斑 白棋也不能打持 打持的话黑棋反打 这里就出棋了 所以说只有沾 然后黑棋顶住 这个地方也是黑棋的先手 那如果说白棋左边不补的话 那黑棋往这刺一个 白棋挤 黑棋就沾 那马上就要做活 白棋长一个破眼的话 那黑棋左边还有这个一路利的手段 反过来要杀白棋大龙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还要继续补 然后黑棋打持先手 再往中间护一个 白棋只有冲一个破眼 这个时候也别无选择 之后黑棋废刺 那继续扩大眼位 白棋搬一个破眼 黑棋小尖 上方要寻求联络 而且白棋上方这一块 自身也没有完全连上 所以说白棋补一手 先把上方这一块连回 黑棋冲 白棋打持 之后黑棋往上贴住 那这样的话 白棋已经没有办法涂拢了 这里沾上的话 黑棋冲断 白棋扳断 黑棋往这一断 反过来打持白棋 白棋提掉的话 黑棋往右边打持 这里的棋筋就被吃通了 那白棋只有沾上 黑棋先往上提 然后断持这颗子 这样的话 黑棋大龙已经火起了 黑棋大龙火掉的话 那白棋全盘的空 肯定是不够了 所以说接下来 白棋决定在右边拼一拼 跑出这颗子 黑棋打持 白棋单长 那这里黑棋补棋的话 肯定是选择贴住 紧住白棋的气 白棋拐出来 贴住 这几手都是必然的变化 那黑棋长一个 然后白棋顶住 收气 黑棋拐回 白棋挖断 黑棋打持 白棋沾上 那最终走到黑棋 往上冲一个的时候 白棋就认输了 因为这里 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白棋只能搬住收气 黑棋拐住 然后白棋封锁 但是白棋这块棋已经出现问题了 黑棋 战是先手 白棋只能断 然后黑棋挖完之后断打 白棋提掉 黑棋再往上一冲 这样的话 黑棋已经联络了 而且反过来还要吃白棋 那这样下白棋肯定是不行了 好 那最后棋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